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将于下周二 造访南加华人社区蒙特利公园市 蒙特利公园市在农历新年期间 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舞厅枪击事件 导致11人死亡9人受伤 蒙市将是他西海岸行程中的一战 此新重点是他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后 为减少国家枪支暴力所做的努力 目前白宫没有对拜登的行程发表更多评论 但据报道拜登的西部之行将前往San Diego 北部的Rancho Santa Fe 以及在洛杉矶和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等地停留 有关总统访问盟事的细节尚未确定 但肯定会呼应二月份的国情咨询演讲 拜登在演讲中呼吁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 台湾陆委会等相关部门宣布 明日起恢复深圳 广州 南京 重庆 杭州等 10个两岸定期的航班航点 并规划13个包机航点 包括沈阳 无锡 海口 长沙 西安等 细节有待公布 陆委会说期待两岸健康有序交流 可以随着疫情区缓逐步推动 未来是否扩大航点会再进一步评估 在北京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表示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两岸直航航点副航有利两岸人员往来 促进交流交往 希望台方顺应民意 尽快推动两岸空中直航 海上直航机小三通全面正常化 增进两岸的同胞复制 日前多场强烈冬季风暴袭击南加 给圣贝纳迪诺山区带来罕见的大规模降雪 部分地区降雪量高达数英尺 本周随着救援和清理工作的步步推进 警方在当地发现了12具尸体 官员指出近日数英尺的积雪堵住了当地许多人的家门 迫使他们必须努力挖出一条通道才能外出 而有些人家的入口处则被完全压垮 导致他们被困在家中 降雪还阻断了通往山区的道路 食物药品和燃料的供应正在减少 受困的当地人只能在断电的情况下艰难求生 本周又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当局担心可能会出现雨甲雪的情况 导致更多人死亡 大雪使一些房屋的屋顶坍塌 甚至引发天然气火灾 而新一轮的雨甲雪可能会让情况恶化 著名高尔夫球兽老虎伍兹 近日因为被前女友赫尔曼控告性虐待 而登上媒体的头条 而伍兹的前情妇乌奇泰尔日前也公开表示 他在2009年与伍兹发生婚外情后 被迫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 伍兹与前New York赫尔曼去年分手后 伍兹不让赫尔曼回到同居6年的豪宅中 还将他的个人物品从宅中搬出 甚至挪用了他超过4万美金 赫尔曼宣称他们之间有一份口头协议 即赫尔曼可以在豪宅中住11年 但伍兹否认了这份协议 赫尔曼要求伍兹赔偿3000万美元的赔偿金 伍兹的前情妇乌奇泰尔也告诉媒体 他是在和其他情妇开始公开谈论丑闻后 被迫签署了保密协议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话语电视万键新闻